一個事情大家也非常好奇 很多裡面的貓膩 高宏安他現在已經一審 被宣判七年四個月 照理講他接下來應該是 市長有半薪的薪水可以領 但是他不能領一切 是我們的內政部長劉士芳 直接幫他定調 他說因為你我本來這個錢 按照相關規定的條例 是要維持你基本的生活所需 所以給你半薪 可是你說你要捐出來 跟你的生活所需無關 所以他就認定 你就不差這10萬塊 就不給他了 但張奇改覺得他有違憲的問題 所以雙方可能會有 這個訴訟的這些進行 不知道會不會有進一步 然後另外一個 高宏安現在週刊有一分 奇怪的爆料 把這件事情講得好像是 一個抗日抗肥的一個大計畫一樣 他說有四個人 包括了在政治基層的工作者 還有台大的資工所的校友 就是高宏安的校友 以及高宏安在知名企業 阿翔應該是鴻海 共識過的同事 然後這一個前同事他主導 把大家揪在一起 有密談高宏安相關的 這些涉灘的事宜 甚至有一些地點 是在南寮的漁港 在景觀橋上面要錄音 要兜大家彼此知道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南寮漁港風超級大 全台灣風最大的 大概就是在南寮漁港 怎麼會在那邊錄音 結果後來就說因為風太大 沒有辦法錄音 這些人是不是新竹人 連我不是新竹人 都知道那邊風很大 然後這個A跟記者相約 在台北的某一個停車場 見面A又臨時傳簡訊說 不對 我們要在咖啡店 這個好像叫交匯款 交那個綁架的這個錢 就滿奇怪的一個敘述方式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 週刊爆料的目的是什麼 以及卓冠廷他這個事情 跟柯文哲有 這個柯文哲有告他 因為卓冠廷說柯文哲要塞人 到高宏安的新竹市政府裡面 甚至兩個人還爆發激烈的口角 但柯文哲認為覺得沒有這回事 所以就提告了 但是卓冠廷說 你們自己不都說要為國舉財嗎 塞人不就是為國舉財 那這樣子怎麼會誹謗 我是說 我是形容你為國舉財 只是我用的字是塞人 但顯然是這個法官 應該是聽信了他的一個說法 所以這個柯文哲是吞敗的一個狀況 就判他是無罪 但是這個審理過程當中 裡面有揭露7月26號 這個審判裡面有揭露出 柯文哲跟高宏安 在一處豪宅的毛胚屋裡面有會面 那柯文哲說 他覺得比較難過的是叫高宏安去選 他不知道政治這麼險惡 那民眾黨內的黨內人是說 民眾黨這樣看起來跟新竹市無緣了 然後另外一個 你說檢調 檢調到底有 受到多大的政治力干涉 吳宗憲 前檢察官 現在的國民黨立委 他就親身的體驗告訴大家 他說過往他們監聽別人 其實都會有一些微微的 政治上的關心 政治上的這些壓力 但是鄭文燦這個案子 壓力特別大 為什麼 因為他們監聽到東西 鄭文燦兩天之後就會知道 而且鄭文燦會故意想說 他們都知道這樣來羞辱辦案的檢方 他覺得很難過 那蔡英文第一任 他之前他都還是投給民進黨 這句的語句應該是說 他第一次總統大選是投給蔡英文的 但後來就非常失望 所以他就帶槍投靠了國民黨 請教林濤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高鴻安這個案子 現在這個週刊報導裡面四篇 在講說有四人組成一個聯盟 這聯盟有業界 然後有政界 有任何一個人 這四個組成聯盟 怎樣就是要扳倒高鴻安 看不慣他的形象 可是重點 現在所有的檢方調查的案件 出來的證據 後來有判刑的結果 這些全部都是檢察官 問這個小兔跟問他的助理 一一做成了筆錄 做成了判刑 所以我覺得這個週刊看起來 是想要刑訴什麼 是想要刑訴一般素人看不下去 有吹哨者 這些人出來 好像是正義的民眾的形象 然後把你扳倒 不是民進黨 也不是任何黨政的黑手 絕對不是民進黨 也絕對不是兼額的那一票人 不是兼額的那一票人 然後全部也不是民進黨黨政高層 那個手 政治的手 沒有生進司法 他只差沒有講公民運動 對 他就是想要塑造 好像有四人 團體這種公民運動 好像自己是蝙蝠俠 這個正義的軟體對不對 對抗邪惡的力量 所以要到南寮漁港 對 然後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情是真的故事講太多了 因為現在的證據 就跟你們四個人無關 不要講得好像你們是 正義聯盟好不好 還講到這個什麼 在這個橋上面 橋上面說真的 這個風真的滿大的 你要錄個什麼事 而且我在南寮漁港 那麼開闊的地方 你在一個制高點 在橋上面 這樣不是很高調嗎 對 就很高調 然後再講說我交付這個 關鍵的藍色的隨身碟 這個電影有時候看太多 你就會把它講出來 寫進這個週刊裡面 而且現在都是傳檔案了 沒有人在傳隨身碟 對 那你那個隨身碟 你是想要說很清楚 就是說追查不到 如果你要是他追查不到的話 是要掩蔽這個吹哨者 為什麼又有現在描述吹哨者 交付的身分 背景跟地點 我覺得這個完全是不合理的內容 所以你可以看到郭鴻安 最近我覺得公衛文的那一篇文章 真的是證據 其實吳宗憲在講鄭文燦 跟公衛文遇到檢察官的中間段落 不見得16分鐘概念是一樣的 就是說如果你好好的公正辦案 那沒有人會講什麼 可是你光公衛文他很生氣 他在講說裡面的情緒 他不會再相信司法 我覺得這是情緒的部分 可是你確實檢察官在過程中是 一直逼你4個小時 5個小時 你就是要認罪 不認罪 檢察官還生氣 生氣到說我不錄影了 你可以看到最近韓劇 不是跟美劇源不是那種玻璃嗎 單方面可以看過去的 然後進去都說 你們錄影的人去吃飯 對 錄影去吃飯 然後趕快變霧面的 然後開始喬事情 可以嗎 台灣的司法怎麼 好像跟電影裡面是一樣的 這是最大的證據 結果查下去還真的 那個錄影是分A B兩段 中間16分鐘的段落 我就問 如果高鴻案這個案子 檢察官有沒有講出 上面只是一定要辦高鴻案 一定要辦你們這些助理 如果有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是要講出來 為什麼有這一段影音是AB的 這是真的是司法的問題 還有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個 這個也跟司法有關 他介入人家的家庭 第一審判出來 他是要判賠的 但是他現在接受訪問 他訪問的內容裡面 大家覺得匪夷所思 不太能夠理解 因為他跟所謂的 匪文的對象 他說他們有傳了很多很多 一百多封頁 一百多頁以上的 這些簡訊裡面 然後裡面都是非常露骨的 這一些示愛的簡訊 現在告訴大家說 因為這個隨乎我過往 長達至少有五年的時間 因為他有這個身體的狀況 身心的狀況 所以他必須要吃藥 那個藥會導致他夢遊 所以他是在夢遊的期間 傳了這一些愛慕的訊息給他 譬如說大家熟知的 你的代號就是聖母峰 聖母峰就是你 然後Glass回答他說 我裝備不夠沒有辦法攻頂 聖母峰屹立不搖 然後南方再回答他 聖母峰早就已經被占理了 他還講說我想要我們的Lucy 我的Macy來了Lucy就沒了 我本來以為他押韻開玩笑 結果他不是 他說Lucy是一個小孩子 他說他心情很差等等 這些簡訊是 到底是吃哪一種藥 會導致這樣的簡訊 至今大家都覺得蠻無薩薩 後來還告訴大家說 他跟理性的隨乎 像是兄弟姐妹一樣 而且還特別用原住民的名字 兄弟姐妹的稱呼 Sarikaka Sarikaka就是兄弟姐妹 我跟他是Sarikaka 因為工作壓力他包括婚姻 所以他長行幼藥就有夢遊 剛剛講的Lucy 其實是他看到電影 電影裡面講的Lucy 並不是真的有這個Lucy 古拉斯就後來說 但是古拉斯講到一個重點 他說在週刊爆料他的 前一天晚上 接到記者來查證 他就直接講說 沒有這事情太扯了 但電話講完不到幾分鐘 總統府一位高層 這個是蔡英文政府的時候 一位高層知道了 更早知道訊息 而且知道周刊 掌握了100多頁LINE的對話 所以直接要 古拉斯修正對周刊的說法 他說這個事情不單純 而且還有一個總統府的高層 要他低調不要去回應 他事後覺得 他非常非常後悔 當初太過低調了 他覺得接下來 心風血雨的撲殺 就此展開 他其實沒有這個事情的話 他在民進黨代表花蓮 代表民進黨去花蓮選舉的時候 他也拿到32.04% 就等於說是花蓮的這個基本盤 裡面算是表現不錯了 蘇一豐 蘇一豐是專家 連他都很想問說 到底吃了什麼藥 可以這麼嗨 王洪威講說他準備要付出 但是郭拉斯說沒有 這個不腦傷身 有我的天空就要繼續飛 到底為什麼突然間 第一審判了還要做 這樣的一個說明 請教兵哥 我覺得說真的 就是你如果看過他那些對話 會相信那是吃藥 出現夢遊的結果 你會相信有這種事 我比較相信他是吃了藥 接受訪問 是啊 因為說真的 他自己講話比較像在夢遊 因為 但他應該是清醒的 你看過哪一個夢遊的人 他打字打得這麼清楚 而且有問有答 而且理論邏輯 理路邏輯是非常清晰 而且他說古拉斯還說他是 他知道他在夢遊 所以他是隨便敷衍他 是 我覺得這個實在太奇怪了 這個正常人 你看法官也不相信 我們也不相信 所以表示法官跟我們一樣 都是正常人 那我再請教一件事 為什麼一哥有這麼多年身心 困擾人可以去當水護 這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你怎麼知道他都會夢遊 去講出這麼奇怪的話 這個人可以拿槍 這個人可以隨時跟在候選人身邊 他是不是隱匿他的病情 我覺得這才危險吧 所以你到底在幫他還在害他 你自己是不是要想清楚 然後他現在 我覺得他真正的爆料是說什麼 是說總統府高層有人提醒他 為什麼總統府高層 可以無時差掌握週刊的內容 很奇怪 還是這個總統府高層 就要弄他了 我不知道 古拉斯那時候是總統府發言人 會跟他智慧的秘書長 副秘書長 其他發言人團隊的人 有人去問張敦涵 張敦涵說反正近代司法處理 他就不講話 因為沒幾個 是啊 因為就這麼幾個人 那我就覺得第一個 古拉斯說他很後悔 聽了高層的建議 其實這高層給你的建議 完全是對 如果你當初就像現在這樣講 你當初恐怕更難看 我就說實在話 因為大家絕對不會有人相信 那再來呢 現在 古拉斯為什麼這個時候 要去講這個話 第一個 我覺得他要報復 他說當初是你們這些人在弄我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所以他是要砍一系 給賴清德看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表忠 也就是因為他知道現在 那主向的一定是英系的人 對 因為他現在打 只有英系的人 當時不會有賴系的人 是總統府高層 而且張敦涵現在不是還在 總統府裡面嗎 是 所以他是不是故意 就是要幫賴清德 把張敦涵還是誰幫他拔掉 以為這樣可以立功 可是你錯了 以賴清德 賴清德第一個 絕對不會相信古拉斯 第二個我跟你講 他趁這個時候 剛好讓你們狗一嘴毛 我何必介入這件事情呢 賴清德絕對不會主動參與這件事 那件事情大家發現說 盧秀燕這一次風災 其實也不只這一次風災 這一陣子裡面民進黨攻擊他 就像攻擊韓國瑜一樣 突然間好像金曼克一樣 感覺盧秀燕是不是真的 接下來選總統非他莫屬了 但是聯合報他幫他整理了 他有三大難關 第一個避免黨魁的相關佈局 要先避免黨內互打 朱立倫 朱立倫會跟他起衝突 朱立倫會變成像這個 吳敦一樣這樣子 還有包括跟柯文哲 跟白色力量到底要良性互動 要怎麼整合 還是說要怎麼競爭 另外一個賴清德 他是現任的優勢 所以優勢其實行政方面都非常強 他是說他努力打通 讓中華民國跟台灣的子孫 會更加成功 李四川因為最近水災的 相關這些治水的問題 他也浮上了檯面被大家攻擊 當然又點名他去選新北市 他說他要選或不選都沒有人相信 不支持他的侯友宜 沒有表態支持他的侯友宜 他就說願意為新北市做事的人 都非常歡迎 雲涛 基本上可以看到 盧秀燕跟李四川是 等於民進黨雙標的照押鏡 當台中市還沒有災情的時候 要求他要回來 結果他馬上回來 他就回來作證指揮 結果 回來作秀 對 然後就說他回來作秀 可是高雄 高雄淹水這麼嚴重 然後黃捷之前罵韓國瑜 然後民進黨罵盧秀燕 有沒有罵陳其邁沒有 然後叫你回來 你也沒有 你也不回來 然後說你是公務還是去玩 都交代不清楚 然後現在大家就開始回想 以前李四川講的 陸屏燈亮水溝通 在看下水道水溝的時候 以前說在作秀 現在覺得真的有需要 去看水溝的清淤跟乾淨 讓整個的淹水不會進行 所以我說這兩個人 就是這一次颱風 民進黨雙標彩的照妖鏡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個過程中 民進黨還要講什麼 所以我說說真的 盧媽這一次很積極 要兼顧市政 也要兼顧市民的防災 我覺得大家都會給他肯定 至於黨魁 我覺得現在朱立倫也是很辛苦 他們大頭們會有一個智慧說 不要在這個 我們講到就是說 真正在對外選舉的時候 先造成內後或內部的開戰 我覺得這是大家的共識 林 他以你的所知 朱立倫跟盧秀燕 會能夠達到充分的互信嗎 我覺得可以 因為他們從以前 以前盧媽在當黨的副民主黨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主席就是 朱立倫那時候就是第一次的主席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互動是非常密切的 大家會做文章說 你們一定是必有一戰 然後腥風泄雨 其實不會 我覺得這個互信的基礎 是至為關鍵 對 我覺得互信基礎是滿好的 所以你看前幾天 盧媽要飛出去之前 其實他都有跟所有的民意代表 他都保持很好的密切的聯繫 什麼是正確的資訊 他都會讓大家知道 所以就代表說 他其實跟黨內的各界的互動 都還不錯 比較尷尬的是民進黨打他 結果到最後高雄整個炸掉 他自己很尷尬 所以現在很關鍵的是 為什麼賴清德勘災 他自己不回台南 他真的怕被檢驗 你給高雄這個鹽水50公分 其他的地方鹽水50公分 要不要一樣補助 所以我覺得這是民進黨的雙標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